我已不做大哥好多年, 萧峰必须死, 这是改变不了的结局。 高书观点若论意气之豪迈, 形式之光明, 胸襟之开阔, 唯有天龙八部, 中的萧峰在所有兼勇武学的英雄人物中, 萧峰堪称是人中之龙他和郭靖等, 人全然不同, 郭靖等人独来总感觉是一个假人, 但在看萧峰时从感觉一条领, 领大汉就站在你的面前, 然而萧峰却是金庸武学中最悲情的英雄, 萧峰原名乔峰。 生于契丹长于北宋萧峰的身父, 为辽国山君总教头萧远山因受奸人所害而, 骨肉分离后来带头大哥将上市婴儿的萧峰, 交给乔三怀夫妇抚养, 并取名为乔峰萧峰七岁时败少林玄乎大师薛义十六岁, 被丐帮帮主汪建通收为嫡传弟子, 长大后的萧峰聪明过人武功盖斥, 在泰山大会连创九名强敌, 并为丐帮立下了十大功劳。 因而被汪建通推选为新任帮主萧峰, 在长晚丐帮的八年之中, 他一直率领丐帮抗击器丹和西夏期间, 乍世风云被江湖人士誉为北乔峰, 萧峰在寻求其身, 市的期间结石并与之一结晶兰了二帝虚竹三帝顿宇, 又得欲红颜之姐阿珠, 后为就被自己误杀的阿珠之妹阿子, 而来到了辽国在这里他结识了金国的开国皇帝完颜阿古塔, 并得辽国驻习辽帝耶律宏基平息叛乱, 而官拜辽国的南院大王授封楚王, 然而后来萧峰聚任平南大元帅一职, 并不止辽帝公宋邪破耶律宏基发誓终生, 不许辽军一兵一卒越过宋辽疆界之后, 已断鉴自尽于燕门关外享年三十三岁, 每每独至此处总是热血沸腾, 历史上, 晓峰是确有其人他本是辽国的大臣。 1055年时任南院大王的耶律宏元父子毛反萧峰起兵平叛, 并追杀耶律宏元至末北逼迫耶律宏元自杀萧峰, 因立此大功,被封为南院大王1065年萧峰, 因病去世辽道宗耶律宏基是其好为文中追封辽西郡王皆用历史上的真实人物来为他的武学服务, 是金庸先生的一贯作风, 而萧峰应该是最成功的一位真实人物。 在天龙八部, 钟萧峰是三十来岁年纪, 身穿灰色就不跑, 以为有破烂浓眉大眼高鼻, 阔口一张四方的国字脸, 颇有风霜之色顾盼之际, 极有威势作为丐帮, 的帮助萧峰身怀多门绝学其中。 降龙十八掌, 为丐帮的镇帮神宫外门武学中的顶级绝学龙抓手, 为少林七十二绝技之一, 熟读几天屠龙记的朋友, 应该知道龙抓手的厉害。 秦龙公此绝学可以凌空曲目夺人兵刃, 犹如探望曲目打狗巴法盖帮的, 镇帮之宝非盖帮帮主, 不传之绝学, 太祖长泉传说, 引诵太祖赵匡印所创而得, 明并流传至今将魔掌, 少林七十二绝技之一台云双掌肖峰最得得一功, 夫肖峰虽然身怀多门绝学, 被列入天龙八部的四绝之一, 然而他两位异地的武功更高。 到了后期就连肖峰也难以忘其警备二帝虚竹虚竹, 本是少林寺的一位无名, 小僧性格, 木内老实相貌丑陋, 且不善此令, 但却因缘际讳地破解了真龙席举, 成为逍遥派掌门无牙子的关门弟子, 并得到了无牙子, 修炼了七十余年的精准, 内力最终坐上了逍遥派掌门的宝座虚竹后, 受天山同老所逼迫, 被西夏公主李清路给破了色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